百物騰貴、食品和住屋開支持續上升 加上學費升幅 亦令到專上學生倍感財政壓力 陳文娜報道 居住在多倫多市中心一棟柏文地庫的國際樓學生 月租約一千元 就讀百年理工學院的他 每一個學期學費要八千至九千三百元 並在快餐店兼職幫補生活開支 他說每天為了住省開支都要選擇行路還是乘車 甚至吃少些來儲錢 至於居住在鄰近卑斯理工學院的本拿比女學生 也同樣感受到財政壓力 月租一千七百元 每年學費加車費大約七千五百元 需要貸款支付學費和生活開支 今年初更登記到食物周濟庫 定期領取麵包、雞蛋和蔬菜等減低食品開支 不一樣 請問你 隨便 必領 請問你 請問你 為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